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K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历史名将士 德胜口大败宋军 征讨屡镇俘获十万余人 朔州俘虏洋夜的辽北院大王耶律协诊 耶律协诊自韩尹、契丹族、耶律格鲁之孙 辽代宗旗著名的将领、军事家 耶律协诊身性聪明积极 不善治理生计 保宁元年,公元969年 舒密使肖斯温向朝廷建举耶律协诊 说他有治理国家的才干 辽景宗、耶律贤问道 他的才干我也知道 只是他放荡不羁 怎么会趋身接受控制呢 肖斯温回答道 他外表上显得放浪 其气量才干却不可限量 于是辽景宗召见了耶律协诊 向他询问军国大政 耶律协诊的回答 窃中事理 由此深得辽景宗的器重 将皇后消除了子女 萧氏嫁给了他为妻 令他截至西南面诸君 又命他援助北汉 改任南院大王 后任西南面昭陶使 保宁八年 公元976年6月 他又改任北院大王 处理草原民族事务 前亨元年 公元979年 北宋再度进攻北汉 耶律协诊跟随耶律沙 在白马岭遭遇宋军 耶律沙等人作战失利 耶律协诊率经出击 命令属下万箭齐发 宋军涉于其微 丧失胆气而退 同年秋天 宋军攻下河东 乘胜进席燕地 北院大王耶律西底 与萧桃谷等人迎战 辽军兵败 退驻清河以北 耶律协诊在德胜口 打着耶律西底等人的 清治军旗号 以诱惑宋军 宋军果然针线赶赴德胜口 耶律协诊从后面出兵 奋力击败宋军 到高粮河之战时 耶律协诊与耶律休哥等人 分左右两翼夹击 大败宋军 前亨四年 公元982年4月 辽景宗亲自统军南法北宋 到达满城 与宋军交战失利 守太位耶律西瓦里 重箭身亡 统军使耶律善补 被宋军伏兵包围 时任疏密使的耶律协诊 驰骋旧约 耶律善补得以信礼 辽景宗召令 以疏于防备之罪 仗则耶律善补 同年9月 辽景宗去世 辽景宗的长子 辽圣宗耶律龙婿继位 改缘统和 尊母皇后 萧绰为皇太后 辽圣宗继位时 年仅12岁 由萧绰接受 遗诏摄政 因为耶律协诊 娶了萧太后的 侄女为妻 有了这层关系 耶律协诊 从而成为了 萧太后 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统和四年 公元986年 正月初期 耶律协诊 与宁雅秦德 等人献上的 征讨吕正 俘获的 俘虏十余万人 马二十余万匹 和各种物品 正月13日 耶律协诊 与宁雅秦德 谋奴骨 节度使探满 统军使士罗 士忠某之 西王府 监君迪利 安吉等人 共克吕真回师 辽圣宗派 敬氏 离礼吉 下诏 表彰其军功 又职守 安抚小玉 赐予美酒 佳人 慰问他们 在萧太后的扶持下 耶律协诊 先后平定叛乱 击退西夏 为辽国立下 汉马功劳 他的名声 也随之响亮 与耶律 修哥齐名 成为辽国双雄 萧太后 与他的关系 不仅是祖仆 更是亲如母子 每当耶律协诊 凯旋而归 萧太后 总是亲自迎接 并设宴款待 耶律协诊 也把萧太后 当作自己的母亲 对她百依百顺 誓死效忠 在萧太后的提携下 她的军事生涯 达到巅峰 先后担任重要职务 成为了辽国 军政核心人物 公元986年 统合4年3月 北宋三路大军 北伐辽国 宋将曹兵米信 取到雄义二州 杨叶取到戴州出兵 太后萧绰 亲自领大军前来救援 派耶律协诊 担任山西路兵马督徒 杨叶攻陷山西诸郡 分别派兵把守 自己则屯住在戴州 耶律协诊到达定安 遭遇了宋将贺令图军 成功将其击退后 追击至五台 斩首数万人 次日到达魏州 宋军不敢出战 耶律协诊用 捐驳写信射往城中 将招府之意 小玉守将 又暗中探知 北宋援军将至 派都见耶律提子 在夜间埋伏人马 于险要之处 等待宋军兵道而发 宋军守卫人马 见旧军来到 于是突围而出 耶律协诊从其背后出击 两只宋军均被击败 一只追击到飞虎 斩首两万余击 更是夺取了魏州 宋将贺令图攀美 又派兵前来 耶律协诊迎战于飞虎 将其击败 宋军驻守于 魂园英州的队伍 都弃城逃走 耶律协诊得知 杨叶出兵前来攻打 就命令萧领达 埋伏人马于路旁 次日杨叶兵当 耶律协诊统率重军 结成正式 杨叶挥舞旗帜前进 耶律协诊假装后撤 伏兵趁势出击 耶律协诊也回头进攻 杨叶败逃 到狼牙春时 北宋各路兵马都溃败 杨叶被刘剑射中 之后被耶律协诊军擒获 耶律协诊责骂他说 你与我国争强比胜三十多年 今天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杨叶只是不住的口称 死罪而已 一代名将杨叶被擒后 他绝食三天而死 耶律协诊回朝后 应共身为守太保 封魏王 统合十七年 公元九百九十九年 耶律协诊随太后 萧绰南伐北宋时 死于军中 太后萧绰为之亲自前往哀道 又赐予下葬官聚 辽史记载 宋趁下太原之锐 以师为业 寄欠曹兵杨绩业等分道来伐 是两亿业 辽义及几乎待灾 修哥奋机于高粱 敌兵崩溃 携诊秦绩业于朔州 悬赴故地 宋自是不复深入 设计故二边境陵 虽配古名将 无愧意 就是说当时宋军趁拿下了太原的冰封 包围了燕渡 之后又派遣名将曹兵杨叶等人前来讨伐 这两场大战是关乎辽国生死之战 而耶律休哥在高粱河之战中击溃了宋军 耶律携诊也于溯州之战中擒获了杨叶 因而收复失地 而且两战过后 宋军再也不敢北伐 从而辽军的设计得以稳固 而边境也得以安宁 所以这二人配得上古之名将 根据这辽史的记载 在近代 很多学者将耶律休哥和耶律携诊 并称为辽代中期的双雄 好了 今天历史人物的故事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点赞订阅收藏 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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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